我给你形容一下 你现在眼拍在这儿 反手攻球放大板 应该是什么 找凳子 这个高度 然后你看 你看到什么没 肩是不是下来了 肘是不是下来了 我学一下你 你现在是这样的 反手攻球放大板 应该是 下一下来 下 回去这个动作必须练 形成习惯 两分钟就这么 一直顶住了 两分钟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每天做个几组 肩冲前 右肩冲前 对 右肩冲前 对 拍面冲前 好 来 出手 对 第二 来 做动作 做到我这儿 碰到我的拍子 挥 不够 再挥 碰到我的拍子 不够 对了 对了 比你之前动作 是不是大了很多 必须把这个动作做完整 挥到这儿来 挥到这儿来 对 挥上来 大臂往前上放送 大臂往前上放送 再来 下去 起来 下去 起来 对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重心的问题 左脚再前一点 右脚再后 不要往后跑 然后你看重心 我一压的时候 是不是左 感觉左腿受力多 对 感觉到了 是不是 我在触球的时候 肩 肩冲前 重心放下来 嗯 然后在一发力的时候 你感觉这儿 后背肌 腰幅 你看我啊 你看 看这个脚 左脚 试一下 跌往侧转 往前 有一个挺肚子的动作 实际是收腑斩腑 收腑斩腑 对 收腑斩腑 往前发力 便往侧发力 再做 做得夸张点身体 对 收腑斩腑 这儿发力 这儿没发力 走 发力 对了 这个好 也是制动的感觉 也是制动 跟正手是一样的 再来 再来 站这儿啊 准备 走 全下来 顶出去 对 收腑 先收 你做 做动作 收 停 没挺出去 收 挺肚子 对了 对了 收腑斩腑 后背肌发力 走 跟我做大点 来 放松 再来 放松 来试一下 来 收腑斩腑 收腑 有没有劲 有没有劲 好说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很多遍 这种发力不是 而我们全靠身体的一个爆发力 把它顶出去的 非常非常好 拉起线 变了直线 来 体会身体 对的 非常好 腰背激发力 对 腰背激发力 就是你感觉这个肚子有一个 其实它术语叫收腑斩腑 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 把肚子你看 含进来 蹦出去 含进来 蹦出去 就这个感觉 蹦住 对的 非常好 非常好 一会儿我给你调手你就能拉上了 但是你身体 拉球是没有犯这个毛病 左右脚不要晃 站住了 不要 不要晃 来 走 对 很好 走 小心点 那个要不凳子往旁边点 对对对 去找凳子 一定要去找凳子 对 中心放下来 走 漂亮 对 再来 走 漂亮 现在这个手上是很多不对 但身体好点 身体有两个问题 你上这来看 好说 第一个 打着打着就又不下去了 下来下来 第二个重心得放在左半身偏多点 打打变成两个腿一起往下蹲了 那就发不上力了 还是得在左半身有一个传导向前的力量 所以说 第一个 别忘了沉肩沉肘下重心 第二个 别忘了重心要压在左半身有一个发力向前的传导 现在这个腰腹的感觉 是不是比之前反手拉球能用上点了 一球一来 一收腹 对 一收腹 然后一斩腹 对 再拉两个 然后调手上动作 可以 重心 向前顶 重心 对 收腹斩腹 走 对 收腹斩腹 漂亮 收腹斩腹 对 走 顶出来 哎 别发死力啊 这手上全是打一点摩擦没有 一会我得 对 对了 可以 好 非常好 来 对 对